今天是新北市学校开学日 新北市符合国中邀请佩德教育机构 日前于新学年度教师备课日办理开学准备研习 并启动合作签约仪式 由佩德教育机构执行长柯佩宁出席 与符合国中校长陈军武及全体教师团队 共同见证学校推动实践七个习惯的承诺 宣示要请全村的力量来教养孩子 符合国中团队表示 今天培训学员主要是针对 即将迎接七年级新生的30个班导师及行政人员为主 符合国中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学生品德与生活教育 希望透过七个习惯的养成 让学生学习面对成长工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挫折 我们今天的七个习惯教学启动训练 主要是以我们学校七年级导师 30位七年级导师为主体 再加上行政人员也一起来接受教学启动训练 之所以要引进七个习惯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现在孩子们课业上面除了压力非常大以外 其实在品格上面 甚至在网络过度使用的一个时代之下 他们真的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 并且有方法的去学习他们自我领导力的成功 像孩子们 他在青少年时期 其实都会有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同差相处上面的困难 那在我们习惯里面 有一个叫做双赢思维 双赢思维的用意就是说 我们在同才相处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是你赢我输 或许我们可以共同来创造一个 大家都可以赢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推展 这个品德 就是七个习惯品德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今年首度带领青年级新生的菜鸟导师们 纷纷表示 第一次面对新生时是既期待又紧张 希望能将七个习惯这个概念 融入到学生日常生活中 用热情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 度过快乐的三年 第一次接班确实会有点紧张 也有点期待 那因为已经开始跟学生 还有家长接触互动 那其实也非常希望说 能够跟学生孩子们 创造一个热情的三年 融入投入的三年这样子 那因为今天我们所学到的这七个习惯 是已经被证实可行的操作模式 它不管是从美国 或是各国都有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 我可以把这七个习惯导入 非常期待可以接手一个新的班级 跟学生一起互动 陪伴跟成长 那七个习惯 它其实不应该是一个生硬的概念 而是应该融入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案例的情境 影片的探讨 让学生有更多自我觉察的机会 让他觉得 这个七个习惯的概念 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的 而不是我们要去灌输它一个太生硬的东西 那透过这样子跟学生一个互动积极 然后用正向的语言 来跟他进行教学上面的交流 我想这样可以带给学生一些更不一样的体验 佩德教育机构执行长柯佩宁表示 这次受邀来到福和国中 希望能借由七个习惯支持新进教师们 快速与学生建立信任 培育学生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很荣幸今天有不少新进同仁 新进教师来到福和国中 那在他接任七年级的导师的过程当中 盼望我们能够支持他 快速地与学生建立信任以及共同的语言 而这些语言的基础是建基于品格教育 还有学生的素养教育 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孩子成长 找到他自己的定位 激发他的潜能 七个习惯这本书在全球已经风行超过35年 而自我领导力教育也已经运作25年了 它全球有将近8000所学校 今天很高兴佩德国际教育机构 从2013年成立就以社会企业的方式 引入到台湾的学校 主要是以服务公立学校的师长们 让我们能够培养孩子的领导力 装备他不可或缺的品格以及能力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福和国中表示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品德与生活教育 希望透过七个习惯训练 循序渐进提升师生自我领导力 奠定孩子们面对人生课题的正面思维与良好品格 记者肖世宏新百畅报道